立法院藍白黨團 拼選罷法修正闖關 內政委員會今天審查 一早就爆發了激烈的肢體衝突 民進黨動員了全黨51名立委 突襲委員會霸佔主席胎 一開會就跟藍委互相推擠 土北 土北 你參與是土北嗎 參與事務 土北 動手架脖子 藍綠立委互相就修 爆發肢體衝突 民進黨立委蔡逸余 更指控住是這一刻 國民黨徐巧希猜過他的肚子 民進黨51名立委突襲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阻擋藍白闖關 選罷法修正 佔領主席台 把國民黨團總召傅昆奇給熱怒了 我跟原來的態度都一樣 公開來討論 公開呼籲賴總統 不要用暴力的手段對付在於黨 選藍委團團圍住內政部長劉士芳 雙方僵持一上午 直到下午再開會 立委班桌子卡住門守住會議室門口阻擋藍委進入 外頭一位疑似內政委員會招委 高金素媒的助理往仁強硬闖又爆發推擠 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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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闖門不成 藍委直接另辟場地布選律委宣布開會 但議事人員仍卡在原本的內政委員會裡頭出不來 才逮到機會溜走又被抓了回去 你們是要下班了嗎 還沒有 有意思問題要叫做原理 你們等同是被軟禁在裡面對嗎 沒有 我們就是出不去啊 每議事人員空有場地會也開不成 國民黨團直接報警 審發會委員立刻上前去問他 你要去哪裡 他們已經涉嫌違反妨害自由 沒有 他們可能是迷路啊 要翻揮一次要進來宣告 他沒有進來宣告 他自己翻揮一次 那個就是廢話宣告 議事空轉罷免案修正毫無進展 朝野衝突對立 議事人難以平息 這裡是楊岳達 蔡元彤 李明洪 台報道